老师有说先起名字吗 结果到最后 那个老人家就说 我不可以摸一下你的小肚 他膝盖 我说为什么 他说已经很久没有看到 这么好的一样 但是我们布农族觉得最好的 最漂亮 原来我从以前那个萝卜腿到现在伤心很久的 伤心很久 小的时候觉得萝卜腿很难看 现在觉得萝卜腿很难看 老师你这个YouTube的点阅率会很高 有的时候发现萝卜腿还真好 你看一只脚就可以站很久 你要坐那个独木桥很窄 不怕因为你自己知道很稳 你如果膝盖不稳 你就会这样冰来冰起 对啊 然后有的时候滑一下 你很快就可以回正啊 因为你的肌肉够 你的平衡感就好了 你可以马上回正 就不会一下子就去了 那像我们这个年纪呢 最怕的就是跌 对啊 怎么跌 一跌的话不是骨头裂了就碎了 然后然后对啊 然后命就会变得很短 因为你过早 马上其他的所有的那个都往下滑了 下得很快这样子啊 所以所以呢 大家好自为之啊 哈哈哈哈 来大家的裤盆捡起来 有没有看你的膝盖 很多人膝盖就是坑坑巴巴嘛 可是每个人膝盖不都是这样吗 都 然后你们可有肉 对啊 那就是说你的鸡 你吃那个 你吃那个牛腱是不是这样鸡肉 然后两边就是那个筋啊 对 那个筋他在活的时候他是整个包住他的关节的 是被切下来才缩起来变成这样 那我们的筋也是啊 这条呢 后来他最后他是怎么样子 他是整个包住关节 这样附在关节上面的啊 那你这样包着这样包着 那个关节就被保固的很好啊 那平常要吃什么 哈哈哈哈 因为吃什么就叫运动啊 哦不是吃什么啊 是运动啊 哈哈哈 你 你如果不运动你 你吃那个盖片吃再多他也是流掉 你如果没有负重的话他认为你不需要 对对 所以很多瘦的人他骨质会很疏松 就是因为他 那一个啦那一个 对对对 老师他会不会太瘦 他77岁 他都游泳而已 游泳也是很好 看起来是不错 这样就好 你还是登伤了啦 后一生说你不能再登伤了啦 因为你膝盖啊 对 你膝盖 我坏掉了吗 我登了40年的伤 后来又再也换了 没有换啦 换我还有办法出来吗 最好还是治療的治療 那我就现在 plugins 喸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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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